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在全球地缘与宏观经济诸多因素冲击下,据研究机构IDC统计,亚太地区晶片设计Fibless市场在2022年失去增长动力。该地区Fibless市场规模去年为785亿美元,较2021年下降6.5%,这是自2020年以来首次出现同比副增长。 该机构分析称,全球半导体行业在经历了2020年和2021年的增长后,在2022年经历了明显下滑。 手机、笔电、平板电脑、电视和显示器等消费电子产品的需求直线下降,而供应链库存水平上升。 短期内,供应开始超过需求,迫使企业放缓扩张步伐。 IDC亚太区半导体研究部一名高级研究经理表示,亚太地区前十大Fibless企业营收年增长率为-5.1%,好于市场整体表现。 从区域格局来看,台湾企业以73%的市场份额领先,中国和韩国分别占据22%和5%的市场份额。 台湾企业拥有最高的市场份额,对该地区的Fibless市场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。 Fibless前十大厂商中有联发科、瑞育、联勇、维尔、展瑞、海思、赵益创新、比特大陆和韩国的LX Semicon。 联发科在前十名公司中占有近50%的市场份额,发挥着重要作用。 联发科的增长发挥了主导作用,导致台湾企业在Fibless市场份额与2021年相比增加了2%。 展望2023年,显示驱动、IC、TDDI等产品虽然最先进入下行周期,但目前已见曙光,多款产品开始出现紧急订单及库存需求捕获。 大多数半导体IC的市场需求仍然低迷,市场规模前景依然低迷。 考虑到2022年上半年高级期,预计2023年上半年,该地区Fibless市场规模同比将减少20%以上。 供应链继续积极控制库存,Fibless公司将在代工厂维持低晶圆产量。 2023年下半年,预计库存将恢复到健康水平,需求也将缓慢恢复。 另外,研究机构Trendforce机邦咨询5月下旬报告显示,表示2023年伺服器市场需求展望不佳, 再次下调,今年全球伺服器整机出货量预测至1383.5万台,同比减少2.85%。 该机构称,美国Google、微软、Meta、亚马逊四大互联网公司,陆续下调伺服器采购量。 同时,戴尔OEM厂商也已在2-4月间下调全年出货量预估,同比分别减少15%、12%。 此外,还有国际形势以及经济因素的影响,多种因素导致全年伺服器需求展望不佳。 该机构表示,2023年第一季度受淡季效应以及终端库存修正的影响,全球伺服器出货量环比减少了15.9%。 进入第二季度以来,原本这一时间的产业旺季并未如期发生,因此环比增长预估几为9.23%。 此外,ESG、环境、社会和公司治理议题的讨论,使得美国四大互联网公司延长伺服器的使用年限,进而降低采购量、控制资本支出。 这也是影响四伏器市场的因素之一。 今年ChatGPT等人工智慧应用的火热,确实能够带动AI四伏器的销售,包括微软、Google在内的云四伏器提供商也都积极投入其中。 西邦咨询预估,2023年,AI四伏器出货将同比增长近10%,不过,由于目前AI四伏器在整个市场的比重仍不足10%,所以,这部分需求的增长无力扭转整体的疲弱态势。 整体而言,今年四伏器市场能否恢复增长,还需要观察去库存化的速度,依据目前进度来看,恢复的时间短则今年下半年,长则2024年上半年。 依据目前的市场预测,该机构仍不排除继续下调全年四伏器出货量预测的可能。 同时,四伏器去库存化的速度也会影响新平台的应用进程,并降低DDR5G一体扩产以及降价的意愿。 尽管事况不佳,但三星电子宣布,其采用12奈米级工艺技术的16G DDR5D RAM已开始量产。 据悉,与上一代产品相比,三星最新的12奈米级DDR5D RAM功耗降低了23%, 晶圆生产率提高了20%。 三星12奈米级工艺技术的开发基于一种新型高K材料,这种新型材料有助于提高电池电容。 高电容使资料讯号出现明显的电位差,从而更易于准确的区分。 同时,三星在降低工作电压和造讯方面的成果,也让此解决方案更加适用于客户公司的需求。 此外,三星为满足客户需求将持续扩大12奈米级DDRAM的产品阵容,以支援越来越多的应用,助力数据中心人工智慧在内的下一代运算。 另一家大厂也没闲着,据彭博社五月下旬报道,有知情人士透露,美光科技准备从日本政府获得约2000亿日元折合15亿美元的财政激励,用于帮助该公司在日本制造下一代记忆体晶片。 这是日本政府希望促进国内半导体生产的最新举措。 匿名知情人士表示,美光将用这笔资金采购爱斯莫尔的先进EUV级紫外曝光机,用于在广岛新工厂制造DDRAM晶片。 海外媒体表示,这笔融资代表着日本想要持续发展本国半导体产业的决心。 在美中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下,日本的半导体工厂可作为台湾工厂的备份。 日本政府此前已经花费数十亿美元,鼓励台积电增加在日产能,同时还为本国晶片企业RAPIDES提供资金,期望在2027年能够在日本生产2奈米制成的晶片。 日本与美光的交易成功后,将首次为日本带来EUV曝光机设备,这是该国政府追求尖端制造业耐出的一步。 研究机构AMDIA的一名评论员表示,美光在广岛的晶片工厂,将在七国集团强化半导体晶片供应链方面扮演关键角色。 这对于该公司来说是关键的一步决策。 该评论员还称,美光在广岛建设的新工厂,前身是已倒闭的记忆体生产企业,而必达LP大的前生产基地,目前这里还雇佣了一些美国企业最优秀的晶片工程师。 不过,由于今年记忆体晶片行业供应过剩,美光一季度亏损超20亿美元,该公司做出了降薪、裁员等一系列举措。 美光表示,DRAM市场2023年下半年会出底。 日本经济产业省早在2022年也曾表示,将向美光提供多达465亿日元的资金,在那里开展晶片生产。 自2013年以来,美光公司已经在日本投资超过130亿美元。 2022年也在日本量产E-BETA制成的DRAM晶片。 美光获得最新资金后,用于生产更先进的E-GAMMA制成晶片,该技术计划在2024年进行量产。 美光自己也会为日本广岛工厂投资资金,但是具体数额未至,广岛市政府也有望支持该专案。 日本电力公司荷兰的艾斯摩尔也将从美光载日投资获益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,订阅,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